北齐是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建立的政权 这个王朝从建立到王国仅用了28年 而令人惊叹的是 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里 北齐经历了六个皇帝 而且几乎个个都暴虐无常 昏庸无道 政治可谓是腐败到了极点 因此 北齐在历史上也有禽兽王朝之称 北齐的建立 公元534年 曾经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 因为内部的阶级斗争 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东魏的全臣高欢 拥立北魏孝武帝 成为东魏的实际统治者 高欢为人心机深沉 城府极深 而且善于治军 东魏朝廷上下 皆以他马首是瞻 孝武帝因为不甘心受高欢掌控 本来计划要除掉他 但是却没有成功 自己只好逃出东魏 被宇文太拥护为西魏的傀儡皇帝 纵观北齐的高氏家族 都有纵情声色 嗜酒如命的特征 高欢也不能例外 但他还比较能克制 北齐书中写他哑上减肃 刀剑安乐 无精玉之事 少能俱饮 自当大任 不过三绝 居家如官 但在淫乱方面 他却是家族中的先行者 清代的史学家赵毅 就曾罗列高氏 兼淫乱伦的种种丑行 得出古来恭维之乱 未有如北齐者的结论 高欢的夫人中 除了楼昭君和柔然公主 是明媒正取外 其余的几位都是他夺来的 先后有北魏孝庄帝皇后 建民帝皇后 魏广平王妃 任成王妃 承阳王妃等 北魏的宗室后妃 对此种行径 赵毅经不住赤之 是开国之初 以四情当解 孝武帝出逃后 高欢又立了孝敬帝 高欢的长子高成 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行事果断 颇有作为 高欢死后 高成不甘心 再受傀儡皇帝的钳制 想要谋权篡位 然而就在高成 已经计划好一切的时候 却被突如其来的刺杀身亡 满腔报复 终究化为泡影 真正建立北齐的 是高成的弟弟 也就是高欢的次子高杨 相较于哥哥的锋芒毕露 高杨就显得平凡无奇了许多 他不仅其貌不扬 性格也是沉默寡言 但实际上 他却和自己的哥哥一样 聪慧过人 富有野心 高成死后 高杨掌握了大权 没过多久 他就带魏立国建立了北齐 前期命军 后期暴君的高杨 高杨前期也算是个 秦于正式的好皇帝 在他的治理下 北齐不过短短几年 就成为了当时最富庶的国家 由此可见 高杨的能力 完全能够成为 一位千古明君 可惜没过几年 高杨就沉免于酒色 荒废朝政 高杨在历史上 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 他穷奢极欲 为了建造豪华宫殿 纵容朝廷搜刮明知明高 高杨带魏建齐 害怕北魏以前的宗室 会谋反 居然下令 将前朝总是全部诛杀 为了报复哥哥高成 他还公然侮辱高成的夫人袁氏 在侮辱时 还直言不讳 吴兄惜奸我父 我今虚报 不仅如此 他还奸杀自己的树母朱尔氏 对自己的亲生母亲 也是毫不客气 犹如禽兽行径 若是母亲和他发生口角 他就勃然大怒 当众进行鞭打 北齐书中对他的行径 颇多记载 他还曾聚重淫乱 将高氏女傅吴清书 皆使左右乱交之于前 对于动作歧义者 给予重赏 否则就地处死 甚至对自己两个弟弟高和 高骏的妻子也不放过 先是赐死了两个弟弟 然后将两个弟媳 带入宫中 宫器迎乐 玩腻后 又把他们赐给自己手下那些年老无期之人 高阳还喜欢一边迎乐时 一边看着犯人被斩头砍脸 以至后来死囚犯供不应求 甚至拿还未被判死刑的 犯人充数 后来把这种囚犯叫做贡寓囚 甚至后来他出游 这种囚犯都要跟进 简直是古今奇闻 后期的高阳 终日饮酒成瘾 有一次他醉酒后 把自己宠爱的妃子 亲手杀死了 事后 他居然还若无其事地 将尸体肢解 取壁骨 做成琵琶 谈给大臣们听 简直是令人毛骨悚然 在他的肆意妄为下 北齐的国事 很快就衰落了 高阳死后 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长子 也就是废帝高阴 高阴不同于高阳的荒淫无道 而是一个性格温和 理贤下世的人 即位后高阴 也一直关心百姓疾苦 致力于整顿励志 只可惜他却没有机会 成为一代明君 高阴即位没多久 他的叔叔高演 发动政变 登基为帝 难得明君高演 高演在北齐的 诸位皇帝中 可以说是一股清流 因为他既不暴虐 也不昏庸 而是一位 实实在在的好皇帝 在他还是王爷的时候 就时常劝谏 整日饮酒作乐的哥哥高阳 甚至当时高阳 举办宴会 与众人作乐 高演一到里里外外 就都安静了下来 高演政变登基后 竭力改变高阳 遗留下来腐败气象 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让原本混乱不堪的朝廷 重新恢复秩序 他还下诏宫中官 避满六十岁者 即可恢复自由 这虽然不是什么 伟大的功绩 却能让高演的形象 瞬间高大了起来 整顿励志 减轻赋税 这些只要是个 比较合格的皇帝 都能够做到 这样的功绩 甚至都已经不值得 大肆宣扬了 但那些身居高位者 又有谁想到那些 工人们自由入宫 在宫中 当牛做马一生 最后也不能再回到家乡 只能老死宫中的凄凉了 但高演做到了 他让那些 已经白发苍苍 行将旧木的工人们 看到了希望 能在有生之年 离开宫墙 过回正常人的生活 高演称不上是千古明君 但他是一个 心存善念的人 但是 也正因为 高演没有失去 他人性的一面 不像北齐的其他皇帝 那样昏庸无道 暴虐无常 所以才导致了 他最后英年早逝 我们知道 高演是抢了自己 侄子高音的皇位 他曾经许诺 不会杀害高音 但最后 却因为帝王的多疑 而违背了诺言 杀了高音后 高演又觉得自己 对不起死去的兄长 内心充满了愧疚 不久连神志 都有些混乱了 为了散心 高演骑马出去打猎 结果却意外坠马重伤 不久就去世了 荒野无道的高湛父子 正常情况下 高演死后 应该将皇位 传给自己的儿子 太子高百年 但是他害怕 他的弟弟高湛会 和自己一样 杀死侄子篡位 而且他也深知 高湛并非善类 所以他就把皇位 传给了高湛 并恳求他 不要伤害自己的儿子 可惜高演 终究是低估了 高湛的狠心 高百年 最后被高湛活活打死 高湛在历史上 是个极其荒唐的皇帝 他与后期的高杨一样 沉沉于美色 不思国政 或许是受到二哥高杨 监污大嫂的启发 高湛即位后 也逼歼高杨的皇后 李祖娥 并威胁说 若不许 我当杀儿 李祖娥为了保护儿子高少德 只能顺从 高湛还监污了六嫂元氏 并把高杨的其他妃嫔 和几个功臣之女 全部召入宫中 公开宣迎 高湛虽然心思不在朝政上 可是却并没有因此 放过自己的兄弟们 正常帝王杀害兄弟 是因为他们 曾经是与自己 争夺皇位的敌人 怕他们威胁到自己 所以找各种理由 除掉永绝后患 而高湛残害手足 似乎只是完全是在泄私粉 毫无目的 经常是因为 在暴怒之下 将宗室子弟活活打死 而高湛的儿子 高伟一样 荒唐至极 高伟本就是个 不学无术的顽固子弟 能当上皇帝 完全是上天眷顾 做了皇帝的高伟 更不可能 把精力放在朝堂上 据说 高伟有一个宠妃名 为冯小莲 生的兵姬玉骨 有一天高伟 带着一丝不挂的冯小莲上朝 还让文武百官 进行观赏 因此便有了 玉体横尘的典故 不过 现在已经人辟谣说 这只是为了 满足人们好奇心 而伪造的虚假传闻而已 高伟再怎么说 也是一国之君 不会如此荒唐 其实 比起父亲高湛 高伟并没有那么荒语 只不过 之所以高伟的名声更差 主要还是 因为他杀害了 兰陵王高长公 狐狸光等一批 北齐名将 导致最后北齐王国 北魏分裂后 北齐的势力 其实是远大于 宇文家族建立的北周的 但是强大的北齐 却在短短的 二十几年内亡国 在北齐高家 沉迷于美色 不顾朝政时 北周的宇文家 却在努力扩张势力 凭借辅兵制 获得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 尽管北周内部 也是斗争不断 但几乎每个上位者 或是掌权者 都是狠角色 反观北齐 仿佛一家子的精神病遗传 暴君昏君层出不穷 难得出现个明君 还死得早 也难怪会那么早灭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